Hello,大家好,我是Chloe 今天呢,我们录的视频是我最近去屈城市还有Guardian的购物分享 之后还有心得 因为我这些产品我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 所以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使用心得 好,首先呢,我们先从护肤品开始 因为护肤品比较少 那么我有用它家的自白机的这个玻尿酸高保湿水 我用下来我觉得非常的温和,非常的保湿 所以我又买了这个它的乳液,我想用一用 之前呢,有一些妹子留言就是让我推荐一些平价的护肤品 那么这个也就算是平价的护肤品 而且我也有在用 我都是晨间的时候在用 那么我用了差不多这么多吧 我觉得它的质地又不油腻,而且很保湿 那么你作为一个妆前乳来说是非常足够的 你之后上底妆是很服贴的 非常推险给学生导 油皮呢,油皮呢,用的也不会觉得很有负担 OK,这个就是长这个样子 好,我可以给大家试一下它的质地 这样大家会比较清楚看到 你可以看到它很,虽然是乳液,但是它很水壮 而且很容易推 嗯,很不错 很好吸收 很好吸收的一款产品 非常推荐 现在会感到很有光泽啊 好,那么我在接下来推荐的呢 这个,呃,我的购物呢 是这个,这个牌的 不知道大家看得见吗 这个,呃,就是这个牌的 很火的,这个叫什么 我也忘记了它叫什么了 那么我买的这款呢,是保湿款的 呃,它是一个卸妆水 它不是卸妆油 呃,我用起来我感觉不错 适合你卸淡妆,但是,呃,它虽然没有说分淡妆还是什么 但是,我紧卸淡妆 因为如果是我有时候画比较厚重的妆 我还会用那个,止春秀那款茶树的卸妆油 给大家试一下它的质地 你会看到它是水妆的 嗯,一推,我通常是用卸妆棉来卸它 等一下我可以跟大家试色的时候 然后,顺便卸妆 用这个,用这个来卸妆 呃,眼唇卸妆液 我,它家也有,下一次我会购买 因为我觉得卸妆水,呃,用下来觉得效果还不错 所以我打算,呃,去购那个眼唇卸妆液 ok,好,接下来就是都剩彩妆了 这些都是在平价买的彩妆 之前有妹子说让我介绍一些平价的彩妆 现在呢,都在这里啦 好,首先,呃,我先讲哪一个呢 先讲这个吧,这个吧 这个是Kate家的 一个棕色的,呃,对焦,对焦,对焦 一个棕色的卸妆笔 呃,不是卸妆笔 是一个棕色的,呃,眼线笔 因为最近我很着迷画,呃,外眼线为棕色 我觉得那样看起来眼睛,眼神很美 所以我就想买这款 呃,后来试了妆感呢,还不错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好画 而且呢,这个笔头呢,呃,也不是很好用 个人感觉不是很好用 因为我对Kate家的这些产品 我还是很喜欢的 只是这款我觉得我不是那么喜欢 嗯,但是颜色还OK 颜色还OK 也还画在手上其实还OK 还是蛮好画的 看,是这个颜色的 它是转一点才会往上的 嗯,个人感觉还可以吧 但是如果你问我会不会回购的话 我应该不会回购这一支 而且我觉得有一点脱妆 所以,呃,我把这支用完就不会回购 我是会试别的品牌的,呃,棕色的眼线笔 嗯,就是这样 好,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个 这个很,在YouTube很火的 很多YouTuber都介绍这个 美宝莲的,呃,橡皮擦的遮瑕 我买的最亮的,呃,最最白的色 我是想用来提亮来擦 给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这个头 我已经用过了,所以它变成这个颜色 给大家上手看一下 嗯,大概是这样 然后呢,你就把它推开 嗯,和网上介绍的一样 我很喜欢 嗯,它虽然是一个遮瑕 但是很水润 啊,我是放在眼,眼睛眼袋这边 还有T-zone提亮的效果 还有鼻翼的红,泛红的地方 用它来遮瑕 相当的好用 而且,嗯,我觉得不厚重 非常推荐给有黑眼圈的妹子 呃,上的时候它有海绵这一块 我觉得也是很人性化 啊,价钱呢,是19块9这样 很不错啊,推荐 好,接下来是这个,呃,也是一个遮瑕膏 它是一个五色的遮瑕膏 我当时看了这个色盘呢 它是这个牌的 呃,它这个牌呢 它是出了很多专业的化妆品 但是它是平价的 呃,在各大屈臣市都有卖 呃,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为什么要买这个遮瑕色盘 呃,因为我看很多的彩妆的博主呢 他都会说,哦,如果你长了红豆 你就用这个绿色来调 如果你的黑眼圈是青色的 那么你就用这个橘红色来调 呃,如果是你有一些,嗯 斑点或者是质是比较深的 或者是那种,呃,胎记啊 就可以用这个颜色 肤色你就是折痘痘,呃,或者是正常的一些瑕疵 白色就是提亮了 好,我们回来了 我们快快讲啊 对不起,我的相机快没有电了 好,我们现在开始给它呃,试一个色 呃,我给你试的是这个绿色 绿色一般是折红色的地方 我们再来,哦,好像这个橙色呢 是折这种青色的地方 嗯,再来这个比较深的颜色 你可以遮制 嗯,再来肤色呢 哪里都可以遮 再来最浅的颜色 其实我应该洗刷 但是时间的关系 就是提亮的 首先我讲一下 我觉得这个遮瑕不是很耐 但是呢 如果你只是起一个调色盘的功效呢 它还是有的 呃,如果大家是想找一个遮瑕非常好的 我不推荐这个 那如果你是想像我一样 我的豆是红色 我想调一下色 完了之后再盖上粉底呢 它的作用是可以达到的 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这款 OK 好,接下来呢 啊,快了,剩三样产品了 好,这个呢 跟这个遮瑕呢 它是一个牌子的 我都是在它家买的 呃,这个是一个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这个牌 呃,它是上面是高光 下面是修容 呃,因为我现在想学画一些完整的妆 所以我没有一个高光跟遮瑕 那么如果你是学生党 还是你是,呃 就是新手 你可以买一个,呃,平价的修容和高光 这样的话 你会觉得 你可以试一下这样的妆感 适不适合你 首先我跟大家试一下这个修容 我跟你讲 我很喜欢这个修容 因为呢 我觉得这个修容呢 就是说 新手不会出错 因为你画了很多下 它才会有这样的 这样深度的颜色 嗯,所以呢 所以呢 我觉得不容易出错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高光 高光呢 是那种低闪片的高光 不浮夸的高光 画在这里 哈喽,大家好 好,我们又回来了 刚才我们试到这个修容 呃,高光 所以呢 呃,我用手指去 会比较明显 它是一个,呃,低调的高光 你可以看在这里 呃,是一种,呃,低闪的高光 比较低调的高光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光泽感 我还是挺喜欢的 以这个价钱来说 我记不得它的价,呃,准确的价格 但是绝对是在10块钱以内就搞定的 所以呢 它有这个光泽感 我觉得是可以买的 很值得入的一款 高光 嗯,这个就是它的效果 OK,好 我这个修容和高光 我还是很推荐给大家的 嗯,很推荐 好,那么最后一个产品呢 就是这个我最近发现的一个宝贝 是Kate家的这个粉底液 那么它的魅力在于就是 呃,上面写10秒还是15秒之内呢 它就会变成粉状 就是它是液体的 但是 你上脸了 过了一会儿呢 它就会变成雾面的了 我选的是最白的好 呃,遮瑕度 我觉得一般 但是呢 上的妆很有光泽 虽然它是雾面 但是 还是比较有光泽的 它差不多过了5秒钟吧 它就是变成雾面的 10秒到5秒 这个我很喜欢 呃,我觉得它有专柜的 呃,妆效 但是价格呢 就是30多块钱左右 呃,我觉得性价比很 很高 非常推荐给学生的 OK 最后一个 也是我在这些购买的产品中 最喜欢的一个 这个也是Kate家的 呃,很多YouTuber都推荐这个 呃,我呢 就是一直没有心动 因为我一直在想 呃,眼镜这个东西可以用很久 呃,我为什么要买一个瓶银 这个是我一开始的想法 但是呢 我后来就是 觉得 为了做视频嘛 很多人问我评价的东西 我就买了一个结果 我就爱死它了 原因是因为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配色 这个呢 你可以刷在眉骨 这个你可以刷在大面积的眼皮上 这个你可以做晕染 重点眼线处 这个我看了网站上说 这个是画笔影的 我跟你讲 这个画笔影超自然 超美 所以这一盒 每一格我都很喜欢 给大家试个色 首先 我试这个 最浅色 在我的胳膊上 看得到吗 看得到吗 这个是最浅色 接下来再试这个 我会大面积放在眼皮上的色 很显色它家的东西 好 嗯 再接下来会上一个最深的 有一点红的颜色 红棕色 非常日常的三个色 最后一个是画在眉骨的颜色 而且这个眉骨的颜色 你看很淡的棕色 不容易出错 而且重点来了 跟大家讲一下 它呢 这个呢 很持久 我之前跟教师节旅行的时候 跟大家去玩的时候呢 我就是拿了这一盘眼影 很便于携带 那么这一盘眼影 到了晚上都不会脱妆 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 绝对是有专 甚至比有一些专柜的效果还要好 很推荐给大家哦 OK 你看我现在手上有画的眼线啊 还有这些遮瑕膏 嗯 遮瑕膏你看它这个绿色还在 所以它会慢慢的浸透到你的皮肤 还不错 那么这个修容跟这些 我会用这个卸妆给大家看看它的效果 好 那么我们来汇总一下 今天我介绍的这几样 这几样产品 首先我会讲一下我推荐的 嗯 我非常推荐的第一个产品 是这个 我给它打 90分 嗯 第二个我要非常推荐的应该是这个 我觉得性价比很高 大家一定 大家可以买 OK 第三个推荐的就是这个粉底液 我觉得 就是妆效还挺高级的 大家可以试一下 呃 第四个推荐的呢 是这个 呃 美宝莲的橡皮擦 嗯 打在黑眼圈 很好用 这个呢 我不是很推荐了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这个调色盘 如果你有需要你才买咯 但是这个不贵了 我想起来它的价钱六块多而已 这个我是很推荐给学生党 这个呢就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要 因为我现在是淡妆用卸妆水浓妆用卸妆油 这个我就不推荐了 因为我本身我用完了 我就会买别的牌子 嗯就这样 OK 接下来我用一点时间把我的手上的妆卸下来 顺便跟大家看一下它的效果 而且这个卸完妆真的不会紧缝 就它的质地就是像水液了 就是你用一片就擦干净了 好了 现在干净了很容易就卸掉了 好 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咯 再见 拜拜